西方史学史,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,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贡献,他的著作《史学思想》是侧重于考察近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观,李大钊在这方面的努力于探索,截止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,在此不再展开,本阶段介绍与引进的西方史学,不再是间接与零星的,是直接的教育完整的, 一批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,如李时纯一,马格诺瓦斯诺博斯的著作《史学言论》,陈涛一,伯伦汉的《史学方法论》等,这些同一时期所著的近代欧洲史学作品也被大量翻译到中国,例如朱千之的《历史哲学》一书的翻译,卢少